我是一名勤劳的伐木工人 这里是我的员工宿舍 嘿嘿 是不是很好看 设施齐全 装修温馨 但我并不快乐 我的手机在泡温泉的时候 净水坏了 买个新手机可要不少钱呢 可不用又不行 去手机店问问吧 老板老板 出来做生意了 来了来了 你要买啥 我们这边的手机都是最最最新款 价格公道 同手无期 你随便看看 老年手机五根木头 真便宜 但是玩不了迷你时间啊 小米手机一组木头 粉粉的 我喜欢 华为两组木头 感觉适合男孩子用 还有红米手机和苹果手机 要三组木头呢 电脑要五组木头 嗯 努努力应该能买吧 老板老板 我要买苹果手机和电脑 你看在我是伐木工的份上 便宜点呗 两个都买的话 最多最多给你便宜 一组木头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来这里结账 我算算 那就是七组木头 问题不大 老板 我现在没钱 天天砍了木头就来找你买 睡醒啦 直奔伐木厂 为了防止挖的上不来 我采用阶梯式伐木 这样伐木 还有造房子的感觉呢 好开心啊 我砍砍砍砍砍砍 全给你砍了 不一会儿 两把斧头都消耗掉了 已经挖到了三组木头 但我没装备了 问问老板 有没有装备卖吧 别爱睡啦 起床做生意了 来了来了 你是来买手机和电脑的吗 你这有没有砍树很厉害的装备 给我来一个 啥都有 我去给你拿 你瞧 最新版本炼锯 一秒砍树 还有火箭背包 你可以一路砍到底 我怕上不来了 还有补充体力的面包和烤鸡哦 好齐全啊 我都要 一共多少 炼锯是三组木头 火箭背包两组 不还价哦 跟我一共才三组 老板 我先买个炼锯吧 收到 东西给你 咋这么多 不是只有炼锯吗 有了这一套装备 一天就能砍20组木头 你先拿去用 砍完了再给我剩下的钱吧 好 我明天就去 背上我的小书包 砍树去了 这效率就是不一样 轻轻松松一路砍到底 没几秒就有一组木头 老板说一天能砍20组 真不是吹牛啊 七组木头一下就搞定 还没损失多少耐久度 老板 我来买手机和电脑啦 七组木头给你 好的 你的手机和电脑 请扎收 哇 终于到手了 摆上电脑 打开手机 哎 好像还欠老板两组木头 明天再砍吧 先玩再说 终于到手机和电脑